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Hei 我們Hei5 神早新聞部傳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7月2日,星期二 今天最低氣溫29度 最高33度 酷熱天氣警告是驗證生效 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 初時各部地區有雷波 下午有陽光和酷熱 吹和換至清靜的偏南風 嘩,嘩 厲害了,現在的片案 他說,叫你去申請零機架 出一部手機給你 被人騙三十幾萬 怎麼騙得到呢? 這些真的要和大家探討一下 另外呢 歐陽炳強離世 指甲藏師那位 湯家驊有話說 他也覺得有機會是冤案 他說到當年 警方的貪污很嚴重 當事人說第一宗科學鑑證 警方要殺死他 這個要和大家說說 湯家驊現在出來說 授訪出來說 另外看到整部貨車飛到海 不是飛潤海 是飛到海 人也下來了 為何人可以沒事呢? 等一下要看看為何他這麼大命才可以 昨天七一 普天同慶 全灣350架無人機表演 慶回歸 大批居民 海旁觀看 過癮 昨天八點半 精彩 砌出一些熊貓圖案 全灣驅輝 我愛香港 香港夢中國心 我愛全灣回歸 27週年 這些字眼 那些飛機的技術 父子 那些 帶著家人一起去看 還說 希望政府多做這些活動 你猜 不用錢嗎? 開心日子當然要做 市民說很漂亮 很喜歡 我知道 明白 多做一些 有經費 粉飾太平來說 看到七一回歸 回港人潮 深圳連堂口岸 打了蛇餅 由珠海市民提早回港 當然多人 北上 怕多人 怕塞車 有些人 乘搭金巴 回來香港 甚麼都有 那些人 一放假 通關 上算 還可以 連堂20分鐘 羅湖10分鐘 不算是甚麼 10分鐘 吹水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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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這些新聞 也挺 厲害 例如天氣 很熱 很熱 酷熱天氣 連續 九天 未來九天 繼續熱 有機會有趙雨 最高34度那種 都頗小 小暑 快點 快點 星期四 總之 接下來 又熱又下雨 濕熱濕熱 喝點二米水 清一下 補充多點水分 說些好事 你們聽聽 中央再次送贈一對大熊貓來香港 港府展開籌備工作 又有 安安 還是佳佳 還是佛佛 他們喜歡蝶子 他們 真的 那麼 熊貓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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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繁殖下一代 我們經常逼他生 那時候 生不出 看看這隊好不好 熊貓也是國寶級 熊貓都絕種 要保育 做好些 弄兩顆偉哥去享受 哈哈 那兩隻 中央過去已經送過兩堆大熊貓 香港人集體回憶 那時候熊貓不生 我知道為什麼 打電話問過他們 那時候他們住海洋公園 我們那時候在海洋公園工作 不要吵啊 大熊貓不能吵 不能吵 連連搞那些哈洋公園 哈哈哈哈 每天都 那些音樂 嘩 嚇到 他不知道什麼事 然後那些光閃到 你有沒有去過 搞那些夜場 然後有些人說 機動遊戲不在那個位置 嘩 你搞鬼屋那時候 那些燈啊 周圍射啊 那些聲音啊 那裡是偏正的 但是突然間 都有人大叫的 在街上 嗨啊 開心啊 其實真的 公園就公園 有些位置要分得清清楚楚 那我不知道外國那些生育如何 但是香港大熊貓就差一點 你沒理由的 你有冷氣 那間屋又大過香港的劏房 你沒理由生不出 是啊 要好好研究一下 人工賠償也可以 是啊 啊 這件事應該是用來做封面的 港女 港女去日本 失蹤了 不見了四天 最後在警局找回 她說 本地女子李兆琼 23日 跟朋友去東京 去到27日都不見了人 突然間不見了 這個個人 這個可以說一下希希也有這樣的經歷 她說 天天都被人撩 在日本 希希也是 什麼都有 他們撩什麼 天天被人搭散 有些人 有直接約她去酒店 有些 就說可以透過一些東西幫她賺錢 可能撩人拍AV都還沒頂 有的 這些 他們現在沒有人入行 那些女兒在公園裡站 拍那些被人看過了 他們不喜歡 可能是父母看見到的 自己出來做 沒人認得 是吧 周圍撩人拍AV 有些女兒 就是那些agency 後來 原來 有個日本人 用翻譯機 介紹一份喝酒賺錢的工 給她 失蹤了四天 究竟這女兒 現在出現了 在警局裡面 最後 什麼呢 是不是被人綁架了 所以很危險 人多的地方不怕 我們住的超旺區 東京 你亂跟人去 真的容易 什麼都沒有了 不是跟你開玩笑 有沒有被人拍片 你知道 你上網看有多少片看 待會流出港女 好像河馬那樣 糟糕了 唉 河馬不是港女 大媽三級片 那些 我們稍後有一個 獨家 是啊 獨家 你有一套 我又有 二三四五六七集 大家鬥玩這些 另外 全景為遊樂場 對開八米高大樹 就倒了 來回車線 一度受阻 是 凌晨五點三十五分 都還在 六點鐘 已經被人 拿走了 現在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 另外 葵涌 野豬仔 跌到水道 就香了 兩個男人 拿把刀出來 拿走的時候 有些人懷疑他劏豬 其實不是 不是 就說他們是發現動物屍體 還有人渴指他 是不是捉豬仔湯 有些市民說 如果小野豬自己死了 救不回也不要緊 拿去吃還是怎樣 不知道他做什麼 放在一個膠桶裡 嘩 吃不吃得了 不要吃 好像以前什麼野豬狩獵隊 也是拿去吃 聽說 我沒有看到他們開餐 聽說 大埔的那些什麼狩獵隊 另外再說一下 這個 嘩 厲害了 又有人偷夾娃娃 藍賊入了夾娃娃機 用完鞋爆鎖 再硬叫 連這個對閉機也偷了一份 厲害,什麼都做得出 昨天普天同慶的日子竟然是 去叫娃娃娃機 凌晨4時15分就搞了 拿鋸出來也有鋸 又叫人家的銀 那些人是瘋狂的 看到沒有人在店鋪 以為店鋪就喝你了 瘋狂的,人家有CCTV 嚴密監控的,白癡 那個人已經偷了一萬元現金 裂了盜竊 暫時還沒抓到人 不過看到樣子很快就露7分 很快就抓到人了 不用怕 長沙環打技 便利店 拿刀去搶 昨天下午4時7時 60歲的男人 亮刀在便利店的37歲的女店員 打劫 拿一條底褲出來 不是 就是把錢拿出來 企圖行劫 抓他 拿一把陶瓷刀 陶瓷刀就白癡 人家以為是膠 不過不要 好死你 小心點 人家說打劫了 有什麼事給他 找警察做 抓他 那 那 那 說一說 那些手機騙案 如果大家說凌基架出機 那些 小心點 凌基架出手機 那些手機 裏迫 這個掠水陷 騙徒假冒 電信箱 客服 夫婦 慘失三十二萬 那怎麼搞的 是否離譜 那些 收到一個 凌基架出機的 優惠短訊 那他又 輸入自己的名字和電話號碼 後來發現 折扣也不吸引 十天之後 有一個 又說普通話 不流利的廣東話 不流利的廣東話 聲稱自己是莊角而當的職員 你昨天參加的手機優惠服務 中了獎 中獎 中獎是什麼 那是職員跟他說 你的手機不用請了 他說我自己沒有買手機打算 不接受這種禮物 零基價那些 但是 對方竟然恐嚇 這個活動是由銀聯開公司負責的 如果要取消的話 就很麻煩 我有當結你的戶口 那個旗下的銀聯的戶口 這個受害人就說 什麼 對方只除非我進行一個流水手續 轉賬保證金到銀聯公司戶口 由他們的職員做審批 才能夠避免戶口凍結 怎麼這麼假 你將一筆錢過天 然後這個手續 就可以不能夠把你的錢凍結 他真的聽騙圖的指揮 用手機程式 將信用卡四萬提高到四十萬 然後接近轉移三十二萬給他們 這樣 嘩 真是你情我願 你有沒有搞錯 他當然是騙 但是你沒理由 首先 你不是這樣也相信 就是 真的有人相信 真的有人相信 這樣就被人騙了很多錢 因為那些是信用卡的錢 要還三十二萬多給銀行 分五年還 每個月還六千多元 蛤 蛤 蛤 他說現在為了還這筆錢 要節衣縮食 要議員陪同 那些人現在 抓不到嗎 那些人 是不是 真的很恐怖 總之說到錢 說什麼轉賬 又說什麼騙徒 又說你騙錢 我覺得那些人太善良 你來這裡抓我 你去我家裡抓我 是啊 我真的 沒有辦法跟那些人 繼續溝通下去 譬如有些人打電話來 我看到很多人說 不用了 不好意思 我說他粗口就吸線 就是我經常這樣說 哈哈哈哈 你們做什麼 浪費自己時間 和發瘋在那裡浪費時間 說他粗口就吸線 做人霸氣一點點 是啊 另外再說一下 就是 歐陽炳強那件事 那件事 都頗厲害 就是指揮藏私 指揭藏私 曾經幫這位歐陽炳強 湯家驊說 很難排除陪審團 受輿論壓力影響 當時判了他是有罪 他是死傑 永遠都不可以解開 湯家驊這個資深大律師 對歐陽炳強一生是很無奈的 他感覺到 當時 湯家驊是初出茅路 他在法緩的引戰下 就負責這件案二審 作為歐陽炳強的辯護律師 他在這件案過後 他感覺到輸了 這個刑事案件的代價很沉重 下定決心不再接刑事案 他形容對歐陽炳強一生感到無奈 他又說 至今未能相信歐陽炳強是有罪的 湯家驊益述最後一次跟他聯絡 是2008年立法會選舉期間 已經假釋幾年的歐陽炳強 走到將軍澳街站跟他打招呼 當時捉住他的手 他跟他說 在獄中認罪是迫於無奈 因為不認罪是沒有機會假釋的 就叫湯家驊 你不要相信其他人說 我真的沒有殺人 這個文言間 歐陽炳強指出 可不可以幫他找工作 湯家驊說 好啊好啊幫你找工作 一段時間後 就找了一個合適的崗位給他 歐陽炳強說 真的找到工作 兩個人就沒有再聯絡 這樣 當時 他說 這個刑事案背後的道德壓力很大 一旦輸了 對方要坐一輩子 他認為歐陽炳強是無辜的 事隔半世紀 疑點重重 當時的鑑證專家 在藏屍子盒數千個樣本裡找到微量和當時的公司叫安美飲品 角樓工場吻合的油漆碎片 控方推斷屍體和紙盒曾經出現在他的工場 但其實這個推論是不恰當的 他說不適合的 他當時在堂上即場反駁 他說好像鞋店 這麼多雙鞋 剛剛有一雙合穿 你可以證實什麼 當時是這樣說 他覺得不能夠證實 但是有兩個品格證人證明歐陽炳強 案發曾有變態行為 曾經兩次燒少女的裙子 但是湯家驊質疑 他說這些事情是不是他做的 他說兩個證人 還要是認識的 好像太巧合了 他認為這些不穩妥的證供 不應該在法庭呈堂影響陪審團 但是法庭最終又接納 再說 他說法醫在死者找到未消化的食物 他說因為人死的系統不會再運作 而一般人進食後 需要至少六小時完成消化 由此可以大約劃定死者死亡的範圍 對於死者生前 跟誰吃過飯 跟誰買過食物 他說這些線索 有可能會影響整個審訊的結果 但是當時法庭根本沒有足夠的跟進和交代 他說了很多疑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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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疑 他說當時警方破案壓力大 主控官因為這件案件還升職了 他說到當時70年代警隊的貪污很嚴重 紀律都尚未整頓 有人質疑為求破案根本是找人祭旗 歐陽炳強曾經公開批評 說第一宗科學鑑證他是造死我的 但是湯家驊認為這個指控也太嚴重 他不方便評論警方辦案的態度 他只是表示當時警方很大壓力 因為社會高度關注事件 如果不入罪放出來 真是叫做破不了案 真的 但是他說他的神情不是假扮出來的 他認為歐陽炳強在獄中 其實老婆女兒也離開他 在獄中過了28年 但是他發分圖強 又學會計又學英文 假釋之後也從頭社會 找工作也再分 現在當事人離世 很多事情已經變成石沉大海的原案 這樣 sentence 正是 vs.十一年以前的事情 但是可能以今時今日的標準 又未必是一件這樣事 真是 ッ 死者而逸 另外說嗣來九龍城 有一個廚師觸電 Оченьitated 運氣之後送院治療 48岁男厨师在九龙城坚冰达道 在一个食店里竹垫下了 真是不错了 后来回复清醒 人员证调查意外的原因 天水为了屋起火 不良迂行的男护主就烧死在一间屋里 真是残酷了 只有72岁 消防未能确定起火原因 很惨 这间疗屋里有一个中士夫妻 中太表示 每个月要4000元租 夫妻居住8年 丈夫早年有癌症康复 不过也曾经中风 持有靠奥坐行议出入 三个星期前跌伤左手 腫了 三天前刷牙再跌伤背脊 手脚没有力 二人伤害二十年一直没有结婚 后因丈夫健康日差 他成为丈夫的照顾者 真是很可憐 这种事 对 烧死了老公 中了一风走得不好 然后就着火 走不了 烧死了 真是惨 又是阿里陀佛 很多意外发生 整架车飞了下水 游堂冷冬季连人带车 就冲下海 司机自己爬上岸 你很幸运 下水的水压顶着门 你这么容易上回来 对不对 在今早7点19分 连人带车在游堂的鱼类批发市场 出面 连人带车飞了 司机自己爬上来 车还在这儿浮 好惨 整个铁都不会沉 可能里面有空间有空气 或者浮了上面 那就好一点 另外又有骗人的东西 网购演唱会飞 两个女儿被人骗了20万 买哪个 哪个歌手 没写的 在澳门的 哎 算是20万夸张 小心点 在网上买东西 去官方买 不然就麻烦 另外在街上有人拍女人的屁股 男文元性骚扰被捕 拍女人的屁股 又是澳门的 好像有这么咸濕的 多手 撞掉 对不对 真是 骄骄震 另外在机场 停车场 醉走男子 开车 打伤女友 涉伤人 和罪嫁被捕 女儿23岁 女儿30岁 因家事就争执 在车上兜脱她 当然是报警 报警来到还喝醉酒 这些男人是没什么用的 醉酒驾驶已经是犯法了 还有在车上打女人 你开车也有空打人 是不是坏格 你开车也很忙 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 这件事都分手了 另外上水逃房工人 云岛跌出车 昏迷宋远 今早9点突发 竹运街15号 上水逃房 轻型货车行驶 看到工人跌出车外 昏迷 不知道事故原因 新闻很突发 另外 屯门蝴蝶村 男子煲水睡觉 烧箱前额送丸 你也算是这样 不是真是烤死你 凌晨34分 50岁去煲水睡着 所以你搞的 买那些电水壶 热煲的那些 够凌水 拿明火煲水 你真是命都没有 自行救火 灼火煲水 但救不了 烧伤了额头 算是幸运的 不是 烧隔壁 另外在深水煲城 一枪飞到街 打中人 一个单位女住户被捕 容许物件从高处堕下罪 拘捕33岁女户主 有房子也未必好 有什么事 翻风下雨 吹槍下街 不知道怎么办 真是危险 另外 尼牧树村 女亲友失联 在家里死了 73岁的女亲友 失联 昨天下午3点去找她 我以为是救民 又有一宗 这些 也好 长期找找 你知道社会有这么多独居老人 可能有点香了 也不知道 现在找到不开门 发现原来已经过世了 黄大仙 男子吊颈 昏迷死亡 55岁姓麦 有件事 阿妹发现 在家里吊颈 看他们这么恐怖 会吓到人 真是 在露台上皮带上吊 有情绪病记录 真是 有空听吴仔说佛禅 真的要 要不然就很恐怖 男子有爱邨 跌到河 自己游上岸 这个应该不是自杀 只是失足 凌晨47分 失宿街角冷雨 回家睡觉 这些凌晨时分 不然就很麻烦 另外有个屯门的女人75岁竟然割墨 可惜她的命都没有了 水果都割墨自杀 婆婆75岁搞这样的事 需要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有空听听说 不用说那些轮回 自杀之后会怎样 你怎样选 都不会选择这件事 今天新闻到这里 祝福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